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2月7日 星期一 大家好 這次也是聯合廣播的 我們提醒大家 我們現在在台灣請了一位 特派專員 他會幫我們 報導一些台灣的事情 這兩天他去了高雄 報道罷免事件 說說罷免事件 韓國瑜被罷免了之後 是一個政治報復來的 韓粉周圍咬一些 他們看不順眼的人 周圍動員 這班韓粉已經是很糟糕了 這次罷免他的理由其實也很離譜 韓國瑜被罷免了 但是他們現在的仇恨 國民黨那種 基本上我覺得 是對台灣的社會很大的分化 國民黨現在只是 懂得做這些事 只是破壞就沒有建設 所以你說 怎麼對得起當年的抗戰同胞 國民黨近幾年做的事情可以說是輕足難輸 尤其是在這個武漢肺炎疫情之下 當初他們大力主張 就不可以禁止對大陸輸出口罩 要多賣口罩給大陸 也反對封關 不讓大陸人進去 然後全部都說大陸好 全部說台灣不好 又在談政府防疫不力 台灣是全世界的落土來的 再看看馬英九說的東西 你也知道了 台灣前總統基本上就是 叫台灣的器械投降 這就是台奸 作為三軍統帥 你直接就是 買台 馬英九應該以本國罪處死 台灣好像在爭論這個 死刑的問題 我認為對於馬英九就沒有問題 應該是 要執行死刑 馬英九還有很多那些很過份的事情 但是他們的黨員 原來是一樣那麼糟糕的 一宗萊豬 引入美國豬 令到他們借大做文章 攻擊民進黨政府 當然現在 矛頭就去了那個叫黃捷的高雄議員 市議員 高雄市議員 成為了這群 韓粉 報復性罷免的其中一個對象 原因就是這個 高雄市的議員 黃捷就是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 韓粉就將他描繪成為 支持香港的黑暴 簡單來說是一個藍絲行動 還有這群韓粉 跟中共是同一地址吹的 這些是一群台奸來的 不用那麼大力說 這些人也會知道 其實是支持韓國瑜 其實已經說了很多次 甚至乎是漢奸 因為漢賊不兩立 你簽了共產黨那裏 你不是漢奸是甚麼 這個黃捷就成為 這個眾矢之的 他們 支持一些香港的黑暴的物資 捐一些物資 幫香港籌集物資 所以這個黃捷是我們香港的自己人 是友好的人士來的 這次遭受到這個 報復 不過他們已經宣告失敗了 他們已經投票結果出來了 對於香港人來說也是一個好消息 香港人連這件事件發生了也不知道 我挺肯定 大部分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也發現台灣的人也不敢 看也不敢 這個是我們自己人來的 這次 我不是說我們自己人的影片 就算我們說台灣 一向 大家也是沒有那麼關心的 我意思是說這個黃捷是我們香港人的朋友來的 所以我們要關心他 這次 同意罷免的票數是55,261票 佔45.8% 而反對的 不同意罷免 是65,391票 佔54.2% 無效票有458票 門檻 好像要7萬多票 即是要過超過7萬多票 才可以罷免 他這次過不了 當時我們的特態記者 去採訪的時候 就看到現場有很多老人 很多老人家在 甚至乎他們可能不知道是誰叫黃捷 不過呢 上頭吹了雞 要搞搞他 那就去投票了 典型的韓粉被人動員出來的 沒有腦那群 這個有個有趣的鏡頭 就是我們明天會有條片 展給大家看 在我們現場記者 跟我們看到現場情況 向我們 描述了一次 有大量的韓粉 在哭崩 好像上次 韓國瑜選舉 每一次事件 每一次事件都變成 韓國瑜選舉 和韓國瑜被罷免 他們都是哭崩 他們都是哭崩 他們只有一個反應 他們像大陸的小粉紅一樣 一有事 就是一哭二罵 三上吊 最後就是哭崩 哭成雷人 還沒看到他上吊 但是還沒上吊 哭成雷人 我們要講講 他們 他們那個 坊間 都認為這次的罷免理由是十分不充分的 甚至乎 是有些很牽強的 說不說他們的理由 他們說呢 其中一個主要分別就是 韓國瑜之所以被罷免的原因 其實因為 韓國瑜真的是 違反競選高雄市市長的時候的競選承諾 因為他們說到實牙實恥 自己不會參選 這個總統 但是他就背棄了選民 放棄了 高雄的市政 去競選 這個總統 其實是出賣選民 在先 所以 選民 你出賣了選民 選民不再授權你了 所以 這群藍絲是不會明白 民主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出賣了選民 選民要收回對你的授權 所以才會罷免 但是這次你去搞黃節 其實他成功了 偷襲成功了 搞黃節就不是因為選民 出賣了你 然後你去取回授權 其實因為你是報復性 你要搞他 因為意識形態 你說他是 他是搞黑暴的 然後你就要去搞他 所以其實跟韓國瑜罷免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在邏輯上 韓國瑜罷免的時候 我看了台灣的幾條片 有幾個阿婆很老的 說到 很開心 要放炮獎 開心了三天 睡不著 要放炮獎 很好笑 他用吻罵話說 另外一個 就是說到 他以前是支持韓國瑜的 他上次投票給韓國瑜 他希望高雄有改變 因為高雄當時出來是陳其邁 他們認為 民進黨在高雄已經十幾年了 他們希望有一個改變 誰知道你寫英國瑜正是騙了我們 共匪一直都用這種招 告訴你要有改變 民建聯也學習了 變革香港 變態香港 你也有份 變革的革字是否革命革 是否我們要認為他們有觸犯國安法 他們會免疫 他們會免疫的 說時代革命也沒事的 我們應該說他們那句話吧 讓他們不能說話 讓他們立即改口號 像張國軍一樣 他們出來唱歌 我們真的會唱他回頭 這次 我們看到這個韓粉 這些韓粉是真的沒有腦子 好像那些追蟲 完全是 上面動員 他們是被動員出來的 動員出來又哭了幾次呢 三次 因為他們剛剛 偷襲成功了 建制派特色 他們成功偷襲了另一個議員 殺得盛起 打算把黃絲撞掉 這次黃絲就覺醒了 台灣的黃絲 立即動員 立即動員要對抗 一動員對抗 立即就讓他們的罷免不成功 保住了黃絲 亦有網民分析 為甚麼這次會罷免不成功呢 上次罷免的黃浩宇 這次再搞這些鬧劇 台灣的人民對於政治鬧劇 就開始厭權了 台灣的政治新聞 大家也知道沒有怎麼看 台灣的政治新聞 真的一點也不悶 好看的娛樂新聞很多 在台灣一直看政治新聞 你會看整天的很好笑 你會突然看到白狼掉下棺材呀 他們拿掃碼打仗呀 他們 出來說要跟他們鬥跳海 如果韓國瑜選了我就跳海 日日有政治鬧劇看 他選擇最後剃光頭 有人說要直播吃屎 台灣的政治新聞是很juicy的 其實是好看過娛樂新聞 娛樂新聞哪有那麼juicy 娛樂新聞沒有那麼好笑 你會看到一群政客在那裡那種食尚 好乳酸 正棍就是一群政棍 國民黨上次公入立法會 立法院 整班老人 很好看 平時有沒有訓練 香港立法會有得比 香港立法會最後就是動用一大幫保安 對付香港的泛民議員 實際上如果跟建制派那群人大打出手一定會贏 不過很難說郭偉強 你也搞不定 你也搞不定 這次 明天 大家放心 我們鄧若記者就會剪成一條韓粉哭崩的片 哭食類人的片 這次真的不會錯過了 大家保證可以 抓本去看這些影片 這次我們先說到這裏吧 拜拜